哈囉我是Mine 今天來跟我一起化妝吧 我剛剛從亞善代集團的八個品牌的聯合品牌活動回來 然後現場就是非常非常多很漂亮的背景然後很厲害的產品 我覺得一次看八個品牌是還蠻爽的 當然就是人也非常的多 但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厲害就可以一直搬八個品牌的 其實我本來今天應該是要拍我出門之前的Get ready with me 但是因為我今天出門前呢就是狀況非常不好 就突然我拍了大概十分鐘吧我就開始瘋狂大過敏 然後講話鼻音就超級無敵重 所以我後來就放棄了 然後我現在回到家呢我想說吃飯前還有一點點時間 我就把眼影卸掉了 然後我就想說簡單的畫一個眼妝跟唇妝 然後一邊跟你們聊聊天 因為我剛剛就是一樣我鼻子這邊有一點拓妝 所以我先來補個妝好了 我最近就是非常非常愛用 我今天底妝也是用這個Kate的 什麼 零瑕機密微霧粉底 對 我前兩天就在想說我覺得好像很久沒有拍Get ready with me了 然後 嗯 就最近沒有特別有什麼想法就是要聊一個什麼主題 那我就在想著想著的同時呢 我就突然想到就是剛開始拍YouTube影片那個時候的感覺 跟現在的感覺 所以踏入這樣子固定的在拍影片我也覺得是一個還蠻有趣的緣分吧 所以我就想說不然今天就來跟你們聊聊 我自己的在YouTube上面的第一次好了 我不知道你們有多少人記得自己第一次在YouTube上面看的影片是什麼 其實我也沒有記得非常的清楚 高中大學的時候其實自己還沒有自己的電腦 然後可能手機也才剛換智慧型手機 所以 嗯 YouTube來說就是一個很陌生的平台 我可能只會用它拿來看譬如說音樂的MV 或者是康熙來了 那個時候去法國還是很愛看康熙來了 可是就沒有地方可以看了 沒有電視可以看 所以就是只能從YouTube上面找來看 康熙是晚上十點播嘛 大概當天晚上或是隔天早上 YouTube上面就會有最新一集康熙來了 然後我在法國都會一邊吃飯然後一邊配康熙來了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是最最最最初期YouTube上面的一個回憶 我覺得補完之後就是妝感真的超級好看的 如果你們沒有看過我的實測的話呢 我會把它放在右上角的連結 你們可以去看 妝跟YouTube的這個緣分很有趣 是因為其實我以前在大三還是大四的時候呢 有跟朋友就是為了要交一個語言的作業 所以我們兩個其實上網找了很多法國的美妝YouTuber的影片 然後呢試圖就是拍了一個短片來就是分享比如說台灣的彩妝跟法國的彩妝哪裡不一樣 這種的感覺 到現在回過頭來看就會發現 哇原來我早就大三的時候就做過這些事情 現在我現在做這些事情而已 就覺得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這幾年還有回去翻那個影片回來看 然後就覺得天啊真的是太 就是很青澀 然後我們講法文也就是也講了就是 結結巴巴然後沒有很順的就是還OK 沒有到非常非常順然後很溜的感覺 但就是一個很可愛的就是一個作業這樣子 怎麼想也想不到說未來真的會 每個禮拜每個禮拜這樣子的拍影片 真正開始瘋狂看美妝YouTuber的影片 大概是我畢業之後的第三年了吧 瘋狂的看像Jackie Hill,Casting Light 然後Daisy Perkins 就是然後我也會看著她的影片一步一步一步這樣子去畫 然後去學那個妝 但是最一開始我其實沒有想說要拍影片的 學完妝了之後可能就是會用照片在Instagram或是Facebook上面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是身邊朋友就會開始鼓勵我就是為什麼不 也可以拍個影片啊或是就是以不同的方式來做分享這樣子 我也不覺得自己化妝就有多厲害 但就是覺得很好玩然後 如果是分享學習的過程的話我覺得還蠻好的 就我也覺得我還蠻樂意跟大家分享一起學習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真的也是從幾乎是零的程度 然後在YouTube上面一邊看影片一邊學然後每天練習 我那個時候剛回台灣的時候找到第一份工作 所以我是每天一樣是朝九晚五的工作 然後回到家可能八點多吃完飯八點半 然後我就開始化妝 然後化妝化到可能凌晨兩三點拍完照 然後卸完妝睡覺 白天上班就賺錢 然後晚上回來就真的才是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喜歡做的事情 就是那個時候真的是每天練妝都覺得很開心 然後沒有任何目的但就是很好玩很開心 然後練真的是從一開始我覺得自己很不會暈染 然後我手邊也沒有老實說沒有那麼多的東西 我就是用眉粉當作是暈染色 用腮紅當作是粉紅色的眼影 手頭上有的我就練 然後慢慢練練練練練練到後來開始會買一些新的東西了 然後再繼續練 可是你說真的要我馬上就做一支影片然後分享給大家 我就覺得可是我又沒有像我喜歡看的那些歐盟YouTuber一樣那麼的厲害 然後相機我也沒有我就只有手機 然後話說還不是很好 然後我們家房間就是又非常的暗 燈光也只有那個台燈然後跟上面房間的燈就這樣子 就是一個非常很不怎麼樣子的環境 剛開始你真的覺得不敢直接拍了然後就放上去 就很想要多練習幾次 所以我那個時候好像也有拍了兩三支影片 再自己把它剪完 然後給朋友看在看哪裡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 這是我第一次做影片的經驗我覺得 然後一直到我真正第一支有公開在我的頻道上面的影片呢 是一個煙燻妝的影片 然後那個時候呢就是我人在法國 非常的悠閒沒有什麼事幹 其實法國光線真的比較好 因為都是落地床嘛 所以陽光天氣也比較好 然後我也不敢講話 我就覺得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然後很尷尬 我想說就配個音樂吧 然後下個字卡 就是先比較講話 我覺得我會比較放鬆一點 不會那麼的緊張 一直到我覺得應該有六七支之後吧 就是開始第一支講話的影片 是做近期的愛用妝容 就是示範我整個妝容給大家看 天啊我剛剛回去看那個的影片 講話超奇怪的 我的媽呀 就是 怎麼會有一個人講話那麼奇怪 真的拜託大家不要去看 太可怕了 誰沒有過去嗎 可是 看以前的影片真的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耶 看以前的自己 就像看以前小時候的照片一樣 就跟現在也差太多了吧 接下來呢經過很多次的第一次拍彩妝影片 第一次拍最愛影片 第一次拍開箱影片 第一次的合作影片呢 除了我的前男友之外 第一次合作影片其實是跟Danny的合作影片 我還記得我們那個時候第一次見面 然後因為她那時候還在高雄嘛 還沒有上來台北住 所以很難得她上來 然後她就記得 就是我那時候曾經有跟她說 就是非常的想約她出來聊聊天吃個飯什麼的 然後 那時候我們就約好 那就乾脆就一起拍個影片吧 因為她那個時候剛好同一天呢 有約約約要一起拍影片 然後我就跟著過去 然後 想說看我們兩個可不可以就是也拍個影片這樣 那我還記得我們那時候拍的是 然後另外一個是拍五分鐘的挑戰化妝影片 所以我從第一次一個人自己拍影片 然後第一次出去拍Vlog影片 第一次跟別人合作影片 一直到現在 就是也陸陸續續認識不少的人 也有認識很多好朋友 然後沒有一起合作 很多有趣的影片 我覺得 我覺得 每一次就是看到別人在工作的時候 有別於以往都是在家裡 跟自己的相機工作 或是跟自己的電腦工作 看到別人工作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種覺得 大家一起都在非常非常努力的感覺 然後看到別人都在就是那麼那麼努力 在想新的東西 然後在拍新的影片的時候 就也會覺得自己是不是應該要更努力 然後拍更多可趣的影片 我覺得經歷過那麼多的第一次 到現在呢 自己也算是還蠻習慣要拍影片這件事情了 雖然我現在口條呢也沒有到極好 但我覺得跟一剛開始比真的是好非常多 好太多 尤其是我覺得講話做自己的這個方面呢 我覺得現在進步非常的多 那口條呢我覺得我還在努力當中 那希望可以有越來越好的內容帶給你們 雖然經歷過那麼那麼多的第一次 但是我相信未來還有更多的 我沒有做過的事情 想要去嘗試的事情 想要去化的妝容 想要跟你們分享的事情 在開始喜歡彩妝之前 我覺得我自己沒有任何的熱情跟興趣 我有百分之兩百的力氣去做某一件事情 然後可以一直做一直做下去 在那之前 在彩妝之前 我覺得我是沒有這樣子一件事情的 真的是到了開始看YouTube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非常非常感謝有YouTube這個存在 然後讓我發現了彩妝是可以很好玩的 然後讓我發現自己原來有這樣子的熱情 跟願意在一天上了八小時的班之後 再花五個小時在家裡練習 做這件事情 練習把它做得更好 然後練習做不一樣子的自己 在鏡頭面前呈現給你們的自己 唇彩爾最後配一個我很喜歡的Cat Von D好了 這個色號是Crucifix Crucifix Crucifix 這顏色真的好好看喔 我覺得Cat Von D他們家的唇膏真的是 嗯 又顯色 然後 又薄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沒有要畫什麼特別厲害的妝容 但就是很想要 記得這個機會跟你們聊聊天練練妝 然後也希望你們有想起一些 可能美好的回憶啊 或者是第一次看到我的想法之類的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話呢 喜歡我的分享記得下方的紅色訂閱鍵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在每週三每週日晚上八點都會想出來一支新的影片 想看我的生活日常分享的話呢 也可以訂閱我的Instagram或者是Facebook帳號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